之前他有一个朋友这位同修 就是一直找不到对象 然后这个同修呢就告诉他 一位很出名的一个风水大师 曾经说过就是如果是找不到对象的话 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面 床柜边上放自己的相片 然后再加上三瓶香水 然后在床的对面墙上放一幅花的相框 然后这个朋友就照着这样做了 然后真的就那个风水大师是这样说的 说可以很快的找到自己的善缘 然后真的是特别灵 他的那个朋友两个星期内就找到了对象 现在也结婚了 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特别好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这位同修现在一直很挂爱 就想问师傅 他这样做有没有动人的因果呢 你说呢 考考你呢 我觉得有动吧 记住就好了 那些事情不是你的 求来的不是你的 一定会以后要出事 现在很好 哪一个结婚的时候不好啊 谁会想到离婚呢 所以有些事情要随缘的 你好好念经随缘 来了就是你的 不来的求也求不到 求到了也不是你的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这么做 对不对啊 当然那黄飞 本来这个 巧思也不是他的 是他姐姐的 他拼命把他弄过来 弄过来最后自己连命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该你的是你的 像这种做法 都是叫施法呀 风水施嘛 一般都会施点法的呀 那这位同修他就是很 就一直有怪 他担心自己的莲花掉下来 不是莲花的问题 主要是他们感情以后会突然之间一下子崩裂 两个人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 一个第三者 然后就一下子彻底就崩掉了 那这位同修的话 对此时的话需要念多少 多少遍离佛大叉悔文 有的念 他这是动因果呀 肯定是肯定是把一个别人的心弄过来给他 像这种像这种放三瓶香水 你知道菩萨烧的也是香对不对呀 你想想这三瓶香水代表着什么 还不知道 那香水供谁呀 你告诉我呀 对不对呀 供他自己 把他自己毕生的桃花韵全部拿出来 以后要用的感情 桃花韵全部拿到现在先用 听不懂啊 供谁呀 供他自己呀 供自己 你说是我们谁会供自己呀 拿香水供自己 不就是动用自己过以后未来的那种功德吗 嗯 你说只有人死了才会供自己呀 活着谁会供自己呀 嗯 对面是一朵花 什么花了 花不代表女人呀 对不对呀 在女人放在镜框里 那么就啪一下子 你们看过不是过去有一个 什么仙的电影 动画片什么画中 画中女人吗 不是跑出来吗 她就用这个法术呀 嗯 这个女的肯定脑子 背背这么这么一一弄 哎呀 觉得这个男的很好 或者很喜欢嫁给 嫁给他 但是以后呢 你看看 等到他一旦醒来 等到他过几年之后 你看看 我想也过不了几年呢 一两年吧 最多 嗯 那这位同修 他需要念多少遍那个姐姐咒呢 有的念了 现在要把假的缘分 画成真的缘分 要好好做功德的 否则的话 到时候吵的时候 他是非常痛苦的 哦 而且走 而且走的时候 是突然之间走掉的 嗯 崩是突然之间崩掉的 这种事情我看过太多了 嗯 那礼佛大忏悔文需要多少遍 最好我们每天要三遍 嗯 就针对此事念 嗯 对对对对 要念多久呢 师父 一直念啊 没办法呢 啊 你去看好了 他是求来个女的 还求来个男的 呃 是这个女的这样做的 然后找到自己的老公 嗯 对 那那那 那糟糕了 到时候 你去看好了 现在这个老公 好像看上去很温顺的 其实 对就是很温顺 就是魂魄被人家弄掉了呀 就其实 用用过去的讲法 就是下杠头了呀 它是法术呀 这这种事情不能做了呀 其实很多 很多那种 算命看相的人 都会做这些的 嗯 这种不好 嗯 有些事情你可以当时得到 但是不久 不长久啊 嗯 嗯 明白了 我一定告诉他 然后让他 就是姐姐 就礼佛大禅会 要一直不停的念下去 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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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